高雄有10元的便當阿嬤 在新北市中和 其實也有一位小吃店的老闆 他推出100份免費的A餐 這個A餐的內容裡面 有滷肉飯配魚丸湯 還吃到飽 讓弱勢族群免費享用 滿滿一大碗白飯 淋上香噴噴的肉燥 加點香菜調味 變成古早的滷肉飯 吃上一碗魚丸湯 裡頭包含三顆白胖胖的魚丸 配成代用餐 讓有需要的人免費享用 老闆別的沒有 飯一定吃 吃湯了 40歲的陳老闆很大方 過去經歷生意失敗 一度窮到沒錢吃飯 靠著咬牙打拚 五年前在南市角開小吃店 一個月營業額就有20萬 很困難 我們也曾經很痛苦 我們現在今天做得到的 我們就盡量A餐 不用抱歉 弱勢族群只要向老闆說 我要A餐 就等滷肉飯魚丸湯吃東西 常常來吃 我就會跟他換個雞肉飯 因為換點口味 中午休餐時間 這對長期失業的夫妻檔 特地從永和跑來中和 享用免費A餐 李開心還寫紙條 稱讚老闆是全天下最好的人 A餐就是滷肉飯共丸湯 標準的 沒有什麼很多菜 只要是有愛心 什麼味道不重要 算算代用餐成本 滷肉飯30塊 魚丸湯20塊 老闆一個月送出100份 就要花掉5000塊 但做愛心收穫無價 以前還有一個年輕人 他第一次來吃A餐 他只吃過一次 過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帶女朋友回來 然後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我不曉得應該怎麼形容 這很好就對了 看到客人變得更好 老闆不求回報 出錢出力 繼續普出他的 待用餐人生 東山新聞 美國人江宋李楊麗新北市報導